看起來如果黃成國都出來講的話 我想一個他承受了非常大的壓力 因為他可以說是民進黨黨內 是比較挺科的啦 也跟柯文哲的關係 他已經在喊願望了 不過外界因為他太多場合都出現了 那他的態度也是比較曖昧一點 那今天他這樣很清楚明白的講 我相信一方面他承受了 這個基層很大的壓力 第二個我認為他也是這樣黨中央 如果連他的態度都出現改變的話 我覺得禮藏的可能性很低 但我先講到丁守中 禮藏的可能性很低 丁守中很不簡單 他是民國83年就要出來 第一次巨型台北市長的黨內初選 83年已經是24年前的事情 那時候我在念大學 我現在已經變成大學教授了 所以我覺得丁守中這次出來 有一個很大的貢獻 就是祖孫三代都可以討論丁守中 增加我們家庭的和諧 為什麼呢 因為阿公以前那個時代 丁守中是出來選的 現在的孫子也知道丁守中要出來選 你看他成立了三代人的記憶 那我覺得當然丁守中 他有他的一個問題 也就是為什麼國民黨目前對丁守中 吳敦義對丁守中的態度 並不是非常積極的支持 不覺得他是個強棒 我們看到台北市的市議員 當時在初選 有很多有跟郝龍斌合照的 有跟馬英九合照的 好像就沒有人跟丁守中合照 所以丁守中他的確就是說 現在管中民可不可能出來 管中民現在國民黨內 拱管的聲音是非常大的 因為他們認為管中民是有戰鬥力的 因為他們認為管中民 這次是被民進黨綠色恐怖給打壓的 有一種被迫害的感覺 過去是國民黨破壞人家 這次中民被迫害了 所以他們覺得這種有悲情的意思 加上今年七月一號的年改政治實施 台北市有很多軍工教 他們希望管中民出來聽他們發聲 因為他們覺得丁守中太軟了 那我覺得如果管中民真的出來這場戲好看 他基本上認為他這樣平平穩穩的 穩穩的穩穩的選穩穩的上 他的想法是這樣 可是現在如果是管中民出來的話 情況就不一樣 你看這兩天他們國民黨初選 孫大謙 張顯耀 鍾小平就說 我如果獲得提名 我要力量管中民 被鬧中的 當然他們認為他可能不會上 這樣講吧 所以你看那個 丁守中就說 就在太路曖昧了 他就說這個怎麼講一大堆 所以我覺得丁守中現在最怕的是 他會不會四次禮讓之後創下第五次 再禮讓 如果第五次那真的是 他就可以去競選好人好事代表了 因為你每次都讓 讓五次可以創下競式紀錄了 那我覺得如果國民黨這樣那也是奇蹟 台灣的政治奇蹟 但是我覺得丁守中 所以他被換掉還是有可能的 我覺得如果以吳敦義 吳敦義看你 你四次都被換掉 換第五次又怎麼樣 表示你硬是不夠堅強啊 紅袖柱都能換的 對啊 紅袖柱可以換啊 那我覺得吳敦義 如果為了慎選 而且現在的確管中民這個 這個他在 我覺得是同溫層效果啦 不是主 但是同溫層效果是很凝聚的 他們認為管中民如果出來之後 他有一個號召力 而且真的會讓藍營的支持者衝出那個氣勢出來 對於藍營的國民黨的市議員也樂見 因為管中民他有話題性嘛 但是我覺得如果管中民出來跟柯文哲 那柯文哲當初的美夢他的規劃就達不到了 因為管中民因為大號轟柯文哲 那柯文哲也會回覆 雙兩個大號互相打 那這個時候姚文哲剛好可以坐收漁翁之力嘛 因為御邦相爭漁翁得利 因為如果管中民出來 我認為藍營的票會全部往管中民集中 柯文哲的淺藍的票也沒有了 綠營的票往姚文治集中 那柯文哲最大的危機 所以我覺得現在對柯文哲講 最大的危機是管中民出來 把藍綠都各自歸對 那他變成什麼 他變成只有中間 所以這點我覺得是柯文哲目前最大的一個夢魘 當然管中民出不出來 兩個人最緊張 丁守中 第一個 柯文哲 所以還有變數喔 還有變數 其實你也必須要講 我們看到一個最新的民調 就是有關於台北市這個民調 我不要講柯文哲他有在做準備 例如說我們看他是 雖然看起來是針對交通工具做民調 可是你可以看出背後的玄機 例如他說搭公車是54.9 67.8是搭捷運 兩個加起來將近是 將近就是達到了 加起來這不用搭 他是個別的 所以超過一半的人都是搭乘大眾交通運輸 可是柯文哲你看他這個月做的一個政策就是 捷運卡1280塊一個月 平均一天42塊 這個對捷運族 如果有67%的人搭接捷運 柯文哲這個目標很明顯 他就是你說這算政策買票 當然算喔 你不要講什麼 我每天我住新店 我從新店到我們三 如果到三年來 我來回 因為還要做一趟公車 是110塊 我現在一天可以省下將近60塊 如果是一個月省下多少錢 3000塊 所以你可以看出來 柯文哲他這個捷運的1280 他針對什麼 針對捷運族 針對公車族 針對中產階級 然後你看 台北市民對交通狀況 滿不滿意 64.1的滿意 我看台北市大概 過去以來雖然內湖常塞車 我不曉得這個民調怎麼來的 可是64.1 還有說每天搭乘跟經常搭乘捷運的 搭乘公車人數是 將近是48.1 所以我覺得柯文哲他 現在打的這些東西是針對 我覺得他這個政策是有達到他的 另外我們看到了 這個民調 對於藍綠的支持者 台北市來講 支持國民黨的16.2% 民進黨12.5% 61.3%是沒有黨派的 這是台北市政府自己做的 自己做的 對 所以我會覺得就是說 當然柯文哲他現在 為什麼他要做這些 台北市的中間選民有這麼多 我不知道 你相信嗎 我如果以他來講 他如果他相信 他難怪他會 你看他的政策 一向是如此 打民進黨給藍營的看 拿給八百重視這個陸權 給藍營看 對不對 然後支持管中民 給藍營看 他在做這些事情 對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支持國民黨只有17% 支持民進黨只有12% 對 國民黨16% 16.2% 國民黨16.2% 民進黨12.5% 然後其他61.3%都是 那這是課他的票了 他如果就是他的票 那袁若芳還選什麼 對啊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他這個民調 當然我們可以高度的質疑 但是另外我們也看到 還有一個就是民進黨 今天傳出來 就是他們內部的民調 我不知道是哪 他是說 柯文哲35% 丁守中30% 姚文哲25% 如果這個民調是屬實的話 對姚文哲是很大的 大力多 因為你25%是 還沒有中央政策依入之下 對 那只不過這個東西 在依入的話 那我覺得 那如果到最後 還不是丁守中 是這個管宗敏的話 我覺得對姚文哲的贏面 是更大 這樣 所以姚文 因為我們知道 當兩個人大炮射來射去的時候 姚文哲在那邊以義代勞 慾棒象徵 漁翁得利 我覺得到最後 反而是他可以 因為當他藍綠歸對 而柯文哲跟管宗敏互射的時候 姚文哲只要穩住深綠 淺綠 還有中間的一部分的票 那我覺得他的機會 的確很大 這個25%是 姚文哲看到應該蠻高興的 我的觀察很簡單 就是說 這邊台北市 其實是一個詭譎多變的選舉 民進黨有人要選 但是黨中央一直釋放 有可能離讓 那國民黨丁守中今天初選出來 結果國民黨議員馬上喊 母雞不重要 好幾個還不是一個 好幾個都喊母雞不重要 那柯文哲是一個現任的市長 但是你很少看到他 他在談政績 他都在說一些怪怪的東西 那我的觀察是這樣 就是說台北市三分天下的話 這個局面是非常混亂的 三分天下隨時大家都有機會 人人有機會 個個沒把握 那剛好嘉義市 今年也是三分天下 所以我的論述在於 可是蕭淑麗是確定要選嗎 要選 而且我們知道就是說 如果是蕭淑麗跟黃敏慧 這個大概沒有整合的空間 他們蕭嘉頒 哪有玩得這麼厲害嗎 蕭嘉頒跟黃敏慧他們家族 已經是二十幾年來的恩怨 所以這個大概整合不容易 我們知道國民黨也用了很多力氣 也整合不起來 那所以三分天下的情形之下 第一個動作是什麼 一定要固守自己的基本盤 那對圖景澤市長來講 最重要就是宣揚他的政績 還有固守自己的基本盤 那我們擔心的是什麼 是柯文哲負面的外衣效應 就是說如果民進黨中央 你讓柯文哲 結果有一些鐵桿生率 我們嘉義市確實有一些鐵桿生率 說我不會送 我不會出來投 不要坐5%就倒了 關鍵就那裡 對 關鍵就那裡 因為嘉義市的選票非常少 現在是只有十幾萬的公認數 然後差不多20萬 所以每次的選舉差距其實都非常非常少 那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如果有鐵桿生率 因為提名柯文哲 而對這個對黨中央不滿 那不出來投票 那確實會影響到突刑者 那這個就是我的論述 那我認為這樣的論述 可能不只發生在嘉義市 可能發生在宜蘭 發生在澎湖 發生在其他的地方 所以我講說台北市這一局 其實三分天下大家看起來五煞煞 那這裡面產生的詭譎多變非常多 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話 上一次的三分天下 趙少康 陳水扁 黃大洲 後面也是變化很快 就是說趙少康一開始民調都一路領先 最後是陳水扁當選 所以這個三分天下的情形之下 本來就是個個有機會 人人沒把握 那如何掌握自己的票員 這個最重要 所以我認為我從頭到尾 我跟這個定宇一樣 從頭到尾我就認為說 民進黨應該自己提自己的人選 然後其實還有一個重點 就是對民進黨來講 其實這一次的重點其實在新北市 當然台北市像若芳他們選市議員 會非常著急 我的母雞在哪裡 但是更重要的是 新北市如果民進黨的訴求是 讓國民黨一都都不剩的話 重點集中在新北市 那台北市就雅文志來拼 或是李秀林副總統來拼 我們都認為其實三分天下 真的每一個人都有機會 你這樣就是說不要禮讓 如果禮讓會傷徒刑者 禮讓會影響到外衣效益 會影響到其他的縣市 這是從嘉義士的角度去考量 你構思對柯文哲的印象 我對柯文哲我有幾次的接觸 那我認為基本上兩個部分 就讓我沒有辦法說 民進黨應該禮讓柯文哲 兩個態度非常簡單 就第一個 他的基本價值跟我們民進黨 是不一樣的 他如果可以講出兩岸一家親 無所謂 不管他是政治員或是什麼 這個跟民進黨價值顯然是不一樣的 那第二個就是說 柯文哲作為一個台北市長 四年了他到底做了什麼 那我們很少聽到他 他在論述他到底做了什麼 那一開始他跟大家說明的五大弊案 這也是他選票的來源 但是五大弊案現在到底搞到什麼樣的狀況 沒有人知道 沒有 沒有人知道 那所以這個部分 那還要民進黨作為一個執政黨 現在特別現在已經是2014 我們還不是執政黨 現在已經是執政黨 然後說我的首都 我禮讓給別人 這個老實講都交代不過去 黨愛有黨的價值 黨愛有黨的理想 即使選輸 我們要拼到底 那老實講 台北市的選民結構 本來就很複雜 民進黨到現在為止 台北市只選贏過一次 就在什麼時候 就是在三分天下的時候 阿扁的時鐘 嘉義姊的鐵甘勝利 不然是5% 不然是5% 所以這就是我緊張的原因 嘉義姊的鐵甘勝利幾% 差不多 最少也有10% 鐵甘勝利 最少也有10% 所以我們的緊張就是這樣 如果嘉義姊也是這樣撿開 結果鐵甘勝利說 我們不算我們不要出來打 那就倒了 了解 所以一定要撿起來 就是說 民進黨在台北市有帶人 我們自己人情來拼 為了自己的價值 為了自己的理想來拼 嘉義姊也不會受到 柯文哲效應的外衣效應